第一,他指出本港的創新科技應該有一個長足的發展 因為反對派阻礙,所以沒有 這根本是亂說的 第一,大家都知道在曾蔭權治下有所謂六大優勢產業之說 即是有六件事他認為要做 那這六件事是什麼呢? 我讀一讀,就是檢測和應症產業、醫療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醫產業、環保產業及教育產業 你數來數去,創新科技產業的其中一環 即是六份之一 即是在議事廳裡面,有些已經沒有做議員 但還有一些黨派,好像民建聯 有一些變成經文聯 總之是有根有據的,他在2009年說的 當日大家一波瘋說,六大優勢產業沒得頂 當日有誰在排眾而出站起來就說 曾蔭權,你浪費時間啦 創新科技產業才可以啊,六份一哪有得呢? 沒有啊 跟著這個 根據這樣的時候,成立了一個創新科技 處 又有這個督道委員會,都不開會的 即是我們在這個拉布頂住那個創新科技問問問他 原來又是這個曾進華做的 曾進華 那麼多事務,總之什麼都有他份 即是說,第一,陳建波議員說 是多餘的,因為我看著他進來做議員 是不是? 2008年的時候他做議員 他是保險界的那時候 喂,他屁都沒放過一個 還在說怎樣令保險協發達 是不是?2008年進來的時候 雷曼啊 搞得整個香港倒閉了 又說這個 反對派是錯了 第一,就是2009年到2012年 六大優勢產業 是增進 這個曾蔭權騙大家的 沒有東西做 後來做了醫療產業,大家又贊成的 搞得那些 雙非孕婦來這個生子,生到我們沒有醫生看 是不是? 教育產業又贊成的 撥地在國際學校,自己的 小朋友沒有書讀 是不是傻的呢? 這幫人 罵我們 好了 話說又到2012年到 梁振英 梁振英說 其實今天講到今天 楊局長坐在這裏 做來做做甚麼呢? 就是將失敗的科學員復活 然後就走上去做一個 叫做 有570億 推論的經濟 效益 有五萬個職位 但是別人 根據大陸的資料 深圳是國家 創貨事業的遷風 戰略性 新興產業增加值是7000億人民幣 我們做了這麼多事 連零頭也未夠 而且你這個 所謂何套 說來說去也是騙人的 有22公頃是做教育的 只有8點多公頃是做高薪科技的 你嚇誰 在搞甚麼呀 第二 拍馬屁拍著馬倫代 習近平來這裏 我讀出來 他說甚麼呢 他說叫人相信香港 他說香港發展具有很多有利條件和獨特 優勢香港經濟高度自由開放人員物貨物資金等要素自由流動 這是吸引國際資本留住本地資本的重要因素 香港法律會計監管等制度和國際接軌服務業原備 政府廉結高效 營商環境便利 深得外來投資者信任 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行運貿易中心 是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中介 是國家引進來 走出去的商享服務平台 金香港仍是內地 講來講這件事 叫我們繼續做 還說明 保持香港國際金融行為貿易中心地位 特別是這些 連國家持續發展 為香港發 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 接著還說收周過後沒有停搭 即是叫你繼續做六大優勢產業裏面 已經差不多完結的產業了 你們過去吃飯 沒聽過習主席說 為什麼不起床說 老實說 保皇也要有代價 不要補錯了 是不是 在那裏 民歌起舞 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習近平什麼時候叫你做這件事 一塊河套 益深圳的東西 你們當然過癮 自己有份 教訓我們 所以我說這個議會真的不能搞 那些建制派 狗口掌不出帳 含血噴人 喂 誰阻礙 是你們 總護的梁振英阻礙 繼續炒樓炒地 在梁振英之下 樓價高升 地價高升 股票炒到反反聲 誰做高薪科技 誰支持梁振英和 曾蔭權亂講 陳建波 不要狗口掌不出帳